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坤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的鏡頭白歪了 不是 是因為我怕你們還沒準備好看我的新髮型 好,那麼因為我要去當兵了 所以就去理了這顆大平頭 老闆,我很抽帥的光頭 上班啦,光頭哪有帥的 有啦,不信今天看 好,那麼今天的主題是要跟大家分享 當你要減脂或減肥或是保持身材的時候 但是你又因為上班上課很忙 真的沒有辦法每一餐都自己準備食物的時候 逼不得已要外食 那你可以選擇什麼呢 那今天會跟大家分享兩間我常去吃的素食店 也會跟大家講,我去吃素食的時候 我都會怎麼選擇,怎麼點餐 然後我怎麼去計算熱量還有營養素的 OK,那我們現在來介紹第一間 我外食的時候蠻喜歡吃subway的 因為它的生菜很多 而且整個前廳堡吃下來 脂肪含量蠻低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吃的口味呢,是燒烤牛 那我去吃subway的時候我都不會加醬 加什麼醬料呢? 不用加 那菜的部分我不會加小黃瓜 因為它是醃製的食品 那去subway點餐的時候要注意 這些肉都是蟲煮肉 那我們就這樣去吃圓塊的肉 就是沒有加工過的肉 那些蟲煮肉裡面加了什麼都不知道 OK,接下來我們用手機的APP 來計算subway的熱量還有營養素 那我們按到日記 按加入食品 那你們知道subway的中文名稱是什麼嗎? 叫賽白味 我覺得超難聽的 是大陸那邊翻的 然後按搜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各種口味的名稱 那你就選你吃的口味 它就會出現 那個熱量還有營養素了 但是我平常還是習慣用英文來搜尋 那我們輸入subway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它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搜尋過了 所以它就會出現在快速搜尋這邊 那我們點進去 那這個是燒烤牛 它每一份是6吋 6吋就是一個潛艇寶的大小 那如果你吃一個的話 你這邊就輸入1 那你吃兩個的話就輸入2 輸入完之後我們按打勾 就完成這個潛艇寶的輸入了 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素食界的龍頭麥當勞 我吃麥當勞的時候 喜歡吃大麥克配沙拉還有飲料 那吃麥當勞的漢堡我都不會加醬 大麥克的醬大約是110卡 含有10克的脂肪 那如果你不加醬的話 你就可以多吃110卡的食物 而且其實不加醬的漢堡也蠻好吃的 那飲料的部分我會選擇無糖綠茶 或者是0卡可樂 另外大家都會問 是不是吃麥當勞就會變肥 其實只要你控制好熱量 就算每天吃麥當勞也可以變瘦 但是每天吃麥當勞對你的身體健不健康 那要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用手機的APP 來計算大麥克的熱量還有營養素 那樣點到日記這邊按加入食品 然後輸入大麥克 按搜尋之後就可以看到大麥克了 然後點進去就可以看到它的熱量還有營養素 按打勾這樣就輸入完成了 那如果你還有吃其他的薯條 冰旋風或者是一些雞塊 那你一樣可以在這邊輸入 像薯條 旁邊再加麥當勞 按搜尋 就會出現它的產品了 那你只要看你是吃中薯還是大薯 按進去一樣都會有它的熱量還有營養素 OK 所以你現在去素食店 你也可以去控制 計算你的熱量還有營養素了 下次你也可以試試看不要加醬 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熱量 那只要你控制到你的熱量還有營養素 就算你吃素食也可以減肥 那最後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OK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也要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會在上面分享更多健身或減肥的資訊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